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结婚的时间里面大家都会觉得太多程序了 所以都要找两个女人帮你们 第一类就是Wedding Planner 另一类就是大琴姐 希望能够流程顺畅之余 一些传统的例子做得很好 但是两者加在一起的火花会是怎样呢 今天很开心请两位朋友来到演唱 第一位就是Wedding Planner Jessica 你好 另一位就是大琴姐 Eva 你好 刚才提过了 究竟两个人放在一起有什么火花呢 可不可以提醒 我知道两位都合作一段时间 你们两个为什么有这个合作的模式 不如直接讲 其实当初是Eva去学习一些风水玄学 我和Eva认识了很多年 以十相的配数 她去学一些风水玄学 然后随之以后 某一天去学大琴姐 要一个Wedding Planner 帮她忙 我就这样进行 至于为什么她有兴趣 我就不知道 Eva 为什么呢 其实从小到大都很喜欢风水玄学 机缘巧合之下 就认识了王振宇师傅 跟了王振宇师傅 学风水一段时间 之后我就认识了冰姐 冰姐就是我们行来人声大琴姐 跟着她出去做了几场大琴姐 帮她做助手做了几场大琴姐 我觉得原来大琴姐和风水玄学 很有关系 Jessica 你说是吗 是的 所以也引申了 我跟随着她入行 但我的身份就是做Wedding Planner 我们的渊源就是这样 而组成了一个搭档 其实外面有些人会觉得 Wedding Planner 大琴姐做了 或者大琴姐是Wedding Planner 两个角色经常都很混淆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其实你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我跟她的功能有很大分别 首先帮Eva解释一下 她的身份就是有身份去做 例如像Eva那样 要结婚 有个小朋友 但是我不需要 我仍然单身 但是我主要执着的是Organizer 就是叫做程序的安排 还有新人的整个婚礼的合适需要 而大琴姐那方面 就是比较有规矩 因为说真的 大琴姐一听都知道 与传统有关 传统的规矩 就交给Eva处理 但是一些生命的idea 生命的设计 或者对婚礼上 有一些什么学求 就是婚礼统筹的职责 可以这样分 大家会了解多少少少 千万不要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因为我相信Eva 你也知道 很多时候有些新人 如果他没有特别请大琴姐的话 那些姐妹就是大琴姐 很多时候就帮忙拿着茶杯 因为我也试过 可能警察的时间里面 就很开心的 又讲话 又或者不讲都试过 我想问你 其实这个 就要警察一个这么小的 一个项目也好 其实都是很有很重要的意义 是不可以忽视大琴姐的角色 是啊 其实大琴姐是有身份的 你是要有小孩子 上面有父母 你夫妻和睦 才可以担当这个大琴姐的角色 而去用这个角色去祝福 祝任着一对新人 基本上我相信 大家要留意 所以不要客气 叫你的姐妹 去帮忙 去做了这个角色 很多时候 姐妹都是未嫁的 或者嫁了未有小孩 做不到那种 福分 带给他们 正正就是 为何需要这个专业大琴姐 在现场里面 帮你们打点 我了解了两个关系 一人负责也会不同 但都能够可以帮新人 处理一个很完整的分离 先问一下卓石卡 其实在你的工作里面 都知道你比较细心一点 很多时候都帮新人 打点很多东西 可不可以说一下 你平时工作里面 会专注帮一些新人 什么范畴的部分呢 其实我做婚礼统筹里面 我的特色就是 大部分我都有一个 除了酒席之外 大部分所有新人 都可能未为她 准备化妆 摄影 甚至乎整个婚礼的主题 他们都未有之下 就会找我 而我会在她们的 谈恋爱的过程 家庭的背景 和她们的一场婚宴的目的 又开始入手 再考虑她们的婚宴主题 和如何为她们 计划一个 即是婚礼统筹 如何为她们计划一个 属于她们的婚礼 这是我的工作 和特色之处 你也会比较早期一点 拍拖的时候 都要找你帮忙 应该有些 那些是求婚会找我帮忙 是 因为怎样说 应该婚礼统筹里面 也有两个 如果再细分一点 应该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是叫做 帮你整个婚礼 而另一个是当日 可能坊间所有的朋友都说 我想请一个 帮忙为我当日而服务 那我叫统筹员 统筹员 统筹员和帮忙 两者可以分开身份 亦可以二合为一 那我就比较 可能八卦 多些 统筹员也可以 分离的统筹员 即是当日程序 我都会去安排 而安排里面 应该是要细致到 由早上化妆几点开始 都散植 中间的所有过程 都是要 你一一为他们很细致地 计算时间 特别融入了中式的时候 中式有吉时 那你怎样可以在吉时里面 做到大琴姐 或者中式礼仪 需要的东西 亦都同样地做到 新人想要的东西 例如拍摄 什么角度 拿一些snapshot 如何拍到一些剪片 那分离统筹员要计算在内 这个是比较大路的 分离统筹工作 亦都是我的工作之一 其实相对 我觉得很幸好 有团队签在这里 如果不是的话 大琴姐可能要有些吉时的时间 永远都觉得十分之早 甚至不知道会觉得 永远开车的吉时 早到不得了 那些新人就说 不要这么早 有没有硬一点 我听朱石卡这么说 你会不会连他们的起床时间 都要安排 因为他们化妆很多时候 我也听过一些故事 就是一班子 每年新人迟了起床 看到化妆师 什么都没疏细 连到出门的时间 整个流程都会影响 会的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因为香港 虽然会请了我 搞的分量是由一开始 只走直以外 大部分你都没处理 那些化妆师 摄影师 都可能和我们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沟通 在时间上 我们会拿捏得很准确 在婚礼之前那一天 或者在 早期的功夫 大家要夹清 那些时间 化妆师是负责叫醒人的 真是很搞笑的 这个点 没什么人知道 化妆师是永远最早到的 所以是负责叫醒新娘子 如果当化妆师去到新娘 看到她还没起床 即是睡梦醒醒 那时间一有什么 拉迟了 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就会去处理 这些应变措施 经常发生 但那个细节 我们就 看看一会儿再和大家分享 不需要静静 不如现在我看到一些照片带来 每一堆新人都有些故事 刚才说得很对 就是很多时新人都会 我们叫气少少 可能气身就累 或者很多借口 兄弟姐妹等等 但是 因为他们的气 一些很少的时段 就会影响到整个流程 所以 Widding Planner 就是一个十分称职的角色 就要难得十分之好 不然的话 可能影响了出门 吉士 又或者注册等等 一连串的东西都会影响了 不如现在看看相片 过往里面 Xusica所服务局的客人 有什么故事 和有什么要留意的地方 这个新郎歌 你看他思思文文 其实他是警队里面的特别部队 当天的惊喜节目 想了很久之后 他去了跳奔朱针 怎样跳啊 香港那么乱丽 是的 因为他做 我们研究了一段 他怎样能瞒过新娘 去跳奔朱针 这个项目 其实他是过了澳门 他告诉他的未来太太 我有工作 我有工作 你不要召唤我 然后他就去了澳门 那时候澳门观光塔 如果你跳奔朱针 是可以拍一段视频 他跳下来的时候 一路说他的爱的宣言 一路在你那一刻 一路在你那一刻 淋跳下来之前 会有一分三十多秒 他就在那里说他的爱的宣言 然后就跳下去 然后就 一个发球出来了 它是什么 它是放在身上 是的 绑在身上 基本上他的职业 令到他的事情不是难度 但是找地方跳是一个难度 而香港最近就是去澳门 是的 因为呢 他的职业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个扣赏呢 最重要就是 有共鸣感 他的朋友里面 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职业是令他危高人胆大的 但是说真的 有谁可以亲眼睦督过 亦都在这个婚礼上 承諾一件爱的宣言 那就选了去澳门跳笨住浸 你看他思思文文 其实他胆识真的很过人 但是这个想法 会不会都是你们建议的 这个想法是我想的 是吗 全程都是我想的 我问他你有什么惊喜 你觉得一个婚礼里面 有什么值得回味的事 当然那个焦点是在新郎的里面 那送花咯 我说送花? 不适合你的身份 就被我扣赏到这个婚礼座物 其实真的很难得 之前的事情里面 你都要好好地知道他们的背景 职业 才可以想到一些那么新穎 而且不是个个都可以的 你给我去那个观光塔 但是呢 我别滑跳 我走出去都觉得有点害怕 是啊 真的 所以那一刻 除了新郎才觉得 哇你这样做 那些同事们呢 竟然是问我 喂他在那边跳 是啊 但是当晚的反应 是怎么播出一段片的感觉呢 还是有什么感觉 因为这个是震撼的片段 大家都已经哗哗声了 我在后面剪接了一首歌 叫感爱感动 新郎歌随即唱着感爱感动 你都知道这首歌的melody 怎么这么澎湃 是的 激情浪漫 两样都有了 很开心 所以就要这样去为一对新人 构赏了 这个就是你Wilhelm Planner 里面有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帮他们去安排 或者构思 和令到这件事发生 因为很多事情需要很多配合 才可以做到 是的 最重要是我的婚礼 我希望是令到全场奔向 拿到一个回味的感觉 你回味不到 请我这个Wilhelm Planner 做这一场婚礼 那个意思的话 我的价值就跌得很低 这个就是正正在婚宴之前 里面 多些跟Wilhelm Planner 沟通的话 就有意想不到的idea 除了这一对新人之外 还有下一段位置看看上片 好了 这对是什么呢 这个真是艰难 这个其实是日本人 他有一段致謝词 要送给一对新人 但我不懂日文 我要记住他什么时候 那句finish 讲到日文 接着我要折麦 我要主持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那些啤酒 就是日本来香港做生意的 不是做生意 应该是一个打工仔 他们在香港办一个bouzai party 这个就是他老板 他们日本人有个习性 就是要请老板上台 一个祝贺词 对于我不懂日文的情况下 我要在台上记住他讲的日文 最后一句 那个发音 然后就要折上去 恭请一对新人进场 拍手 好大家 就是要这样执生 又没有现场翻译的情况 还有他占的时段不多 也很难在那里找个翻译 特意翻译 因为那里有120个客户 里面有70多人都是日本朋友 但是他们又会在香港里面做生意 要接着就是这样 会有些难度 但是你本身在节目当晚里面 都会有时充当私宴角色 那我想问 如何难捏你的wedding planner 和私宴角色在晚宴当晚 其实我想告诉你 做wedding planner 加做MC 是更加容易 而驾驭整个婚宴 现场的气氛 因为我相信 我比任何一个人 更加熟悉他们的谈戀爱经过 在婚宴的时候的心情 和女孩子 尤其是新娘子 她的性格 究竟她是想要些什么 在延迟上 我已经特别为他们想到 这个应该要浪漫一些 温馨甜蜜一些的表达方式 我说这个新娘子 比较激烈一些 爆一些 是潮的 在延迟上表达 也更加直接流畅 这就是更容易拿捏 就这样请我去做MC 如果我有跟一个婚礼统筹的话 当然如果我没有跟 要做MC 最基本 就是一定要问清 有机会和对生人沟通 沟通到才知道 长婚宴是怎样做 其实回来 有没有很多wedding planner 可以上台做MC 真的假的 得天督后可以两件事都处理到 事实上会令婚宴当晚的气氛 更加高涨 新人的很多内容 资料 可以透过你的嘴巴 都令到婚客 知道一点 就不只是见到人 说完开幕 吃东西 然后散场 下一个个案 看看 你当时做Win-up planner 怎样令到新人有难忘的婚礼 我们先看看 其实不是难忘 这是一个小心处理婚宴场地 我做了Planter MC 之外 有没有看到我扶着奶奶 即是绿色衣服那位 对 绿色衣服是我 我扶着奶奶 新人在我前面敬走 其实奶奶是不良于行 但她一定要跟着她敬走 现场找不到其他人去照顾她 我立即去照顾她 以免她有什么意外发生 其实你会不会很忙 在同一时间内有那么多身份 只有一部分 可能有点意外的话 会不会令到你其他工作的岗位 怎样能辣你得到呢 如果我要做MC的话 我台下也会有我的助手帮忙 所以就不会发生这个情况 到目前为止 我未感受过 但当然要很有默契 我的拍档要 要知道我在台上何时要什么 要知道我下台的时候 那个空档位是做什么 这个默契是 要找一个这么佳的拍档的密切 我需要的是 其实会是 因为真的很难的 在婚宴当晚时间很紧逼 一新人第一次的时间 你又不可以做差 不然就一新人 就有个很不开心的经历 所以Winning Planner 或者MC的岗位都很重要 但我想问Eva 晚宴当晚的时间内 很多时候Winning Planner 都处理了 MC要处理一些重要的宣布部分 很多时候会不会有些大禁忌 都会留在现场里面 去帮忙处理 例如警察等等的位置 甚至乎有些更加需要看面一点 是要大禁忌 一路跟着新娘子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会的 是大约5点多钟 新娘子回到酒店的时候 化妆了之后 有些长辈 早上没有来的 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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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段时间 所以Winning Planner 真的不能够连这份也做了 因为斟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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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对新人设计的婚礼标准 这个很流行 婚礼标准里面大部分是用名字做 而今次看到有两只雀鳥 一只做了个身形的感觉 可不可以说一下这概念 其实因为雀鳥 我不若而同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说 他们是一只鸣母 他们以前有用过一只鸣母 然后我问鸣母 不如用雀鳥 雀鳥把身形勾出来 我只是负责说这个概念 最终设计的 都是由一个设计师去设计 我会有法对新人说他们的概念 其实真的 我觉得如果Widding Planner 在不同方面都有些概念 可以好好帮到新人 刚才你有试过 他们的爱的宣言形式就是笨珠针 细緻到logo的形式都会加起来概念 正是会不会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了解新人的背景 喜好和所有他们的用会贯通 去明白到在什么环节 加些什么元素 会的 好像Amanda 你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你是不是会比较容易介入 我现在得到有法一些嘉宾 去表达他的意思 但是一般的新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随便聊天会比较容易 但是我只知道我喜欢 我不会告诉你 我怎样为之喜欢 作为Widding Planner 要有这个能力 去引导一对新人 告诉你 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件事 甚至他为什么会喜欢他老婆 甚至他为什么愿意嫁给男人 以及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件婚纱 什么细节 令他喜欢 或者令他爱上这件事 其实如果Widding Planner 有这种带领能力 如果连你都没有这个带领能力 你是不知道婚纱会搞什么 其实我觉得Widding Planner 另外还有一个很厉害 问问题的高手 因为新人 永远都是新的 第一次结婚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我想要 但是他说得太笼统了 所以你们就要 好像砍野草 将一些无关系的 慢慢撇开 才找到真正正正想要的东西 这个问野的技巧 都很重要 真的挺重要的 如果我不是比较多做 我刚刚入行时做MC 怎会那么厉害 日子久了 真的在揣摩到 一个跟人沟通的技术 这个真的要时间和经验去累積 我想由你看我五六年前的作品 和今天的作品 我都觉得以前还没合格 现在应该都可以的 人家不断进步 我相信见得人多 见得生人多 我许历都会多一点 亦都是真的 很多时候 婚礼家和大巾姐 怎样都需要出现 除了背后的专业知识之外 就是多了一个人 说话上面方便一点 一来就专业一点 大体一点 二来就有时候 双方要直接 新人和长辈聊天 有些位置 似乎可能 未必能够 有些部分 可以大家了解 和包容得到 多多的影响 又懂得两边 都可以好好地讨好 在这里想起 整件事可以很顺畅地处理 真的不容易 我们看看Jusica 另外一个工作的照片 看看有什么故事 背后 这个特别在 好像注册仪式 简单单 其实是一个很 马会的会所 影院里面注册 对新人做了一段 很特别的成长片段 而想到场地的时候 既然你们是马会的会员 不如去马会摆酒吧 因为马会里面 有一个影院设备 可以像普通 你们进去大戏院里面 看电影一样 三百多个座位 然后一个大人幕 将你们特别的成长片段 播影完之后 才在影院里面注册 这就是场地和配套的需要 他们有这样的心思 想做一段 特别的成长片段 亦都可以找一个特别的 令到他们这件事 表现得更漂亮的场地 虽然你说 做这个分离注册仪式 在戏院 大家基本上场 我都知道 那场地的戏院 不是一般 或是大一点的加官 但是 要好好地配合 和有很多器材上的配合 都需要一些时间 但我肯定就是 一般的新人 可能我不知道怎么用 我有这个想法 我有这段视频 然后我要注册 但可能就不能够 整成一个这样的场合 正正的Wedding Planner Jesika 你们 可以配合了戏院 亦都可以配合了 他们的人流 你知道 奔向到场地的时间里面 有位置坐有 有些不太好 然后怎样在一个特别环境里面 做注册整个过程 如果不是有Wedding Planner 做好流程的话 可能兄弟姐妹等等 未必懂得 怎样令整个程序 顺利地进行 其实当时有没有遇到很多困难 我想说 通常请得我们做Wedding Planner 的新人 那些兄弟姐妹团 是非常之开心的 因为所有场地 我都会在去工作之前 去监场一次 去监场一次 看清楚所有的地图 Fore Friend 了解所有出入的出口 然后真的很详细地 说一些标签 如何进场各样的事情 所以在难度上 我想现在阶段 我就发现不了 但是我肯定 那些兄弟姐妹团 就会觉得 他们没有难度 因为他们只是出席 所以就变成了 说真的 你没有难度的原因 因为你准备得好 因为你把所有 有可能发生意外 全部都处理了 所以可能这样的原因 就变成了没有难度 现在看到你的细心 也看到你当中的心 谢谢 如果不是的话 危机就是这样出现 当然没有人希望会发生的 但是正正 如果之前的Planning 做得好 发生时间处理的话 你的危机可以减至最低 甚至没有 另外还有一个客人的个案 我先看看个案 又分享一下 这个请了魔术师 这个MC就不是我了 我现在和他们 夹着一些台词 有时候不是我做MC 我亦都要令到 和我配合的Render 工作人员 都要明白婚礼的主旨 我都要把新人的意识 好好带给所有为婚礼做事的工作人员 其实会不会 在这个婚礼当晚 都有不同的表演嘉宾 会不会 我认为你们建议 和你放不同的表演 是否有些特别意思 有时候 当然每一个表演有特别意思 为什么刚才会用到魔术师 就是因为在场有一些艺人的朋友 用到魔术师的话 在艺人的心目中 都会觉得特别 你要看看来的宾客 是什么层次的朋友 和你如何营造 令到那些宾客觉得 我来的一场婚宴 我觉得这场婚宴是特别的 就是这样 其实很难的 现在每一对新人 其实在关口上都有一句 我已有一个很特别的婚宴 和别人不同 但是惨了 做任意的计划有一年也渐少 那怎么会令到每一个婚宴 那种独特性会增加了 这个是好问题 这是一个难度十级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轎子是不怕狗 最重要是客人受 同一条轎子是用无限次 不过包装形式是不一样的 例如呢 魔术师你可以看到是穿黑色西装 很传统地出现 但当魔术师好像扮到小丑地出现 这已经是不同的包装手法 好了 唱歌 可以说现在很流行 请一些管弦乐团来演奏 唱歌 唱歌 是否这个婚宴就需要管弦乐呢 未必是 你可以请现在很流行的非洲古装表演 非洲古装表演的时候 那时候你又要想想 哎 不是啊 他的兄弟团都可以玩一下 捉两个即庆床 去跳舞 来 弄两条草裙 草裙舞 那些裙子给他们 当然这些道具 我小小配套都有 有时候 有时候令现场感觉之后 有一个开心和笑 有一些朋友可以造就到气氛 更加开心 更加盛大 就是他的兄弟团 通常兄弟团是我最佳的表现者 还有最好用 对 但除了台德之余 最好玩得 当然 每一个婚宴 其实 真的 都是独特 因为每一对新人都是独特的 只不过周边的东西 你可以放心交给 专业Water Planner 或是大碧姐 就可以帮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那今天不介绍了 谢谢朱瑟和Eva 和大家分享了 究竟Water Planner 和大碧姐 在婚宴当中的角色和分别 会在哪里 好了 我们一会儿 回来的视频里面 还有其他关于婚礼的资讯 一会儿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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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